就是最后呢 我必须要自己再增加一个换行符号在这里 然后呢 跑串接 跑串接 串串串 串完之后的话呢 全部东西都在S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 跑完回圈之后呢 请你在这个回圈外面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J Option Pen 有没有 点 其实这个很好写 因为我觉得 习惯了之后你会发现 实在是太棒了 点 那你也不用记太多嘛 反正你只要记得 一定是show show什么呢 其实它有一个show 有没有 它好几种 有confirmed的dialog 或者input 有input 所以到时候你记得 如果你要让使用者input 比如说七个号码的话 那你可以用input的dialog 让它input 那如果你要show什么呢 show message的话 你就直接在show 底下找一下 它有一个show message dialog 那有好几个 那你就选那个参数比较短的 参数比较短的 理论上好像是低 有这边 各位可以看一下 show dialogue呢 它可以传好几种参数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你如果第一个的话呢 只要传两个参数就好了 那基本上 我建议你用第一个 show message dialogue 这个用选的就好了 因为我习惯用选的 比较不会错 因为你只要选得到 不是自己key的话 绝对是正确的 因为那是他给你的 这个东西一定是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方法里面的 用选的绝对不会错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选第一个之后 参数呢 它也让你用选的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开发什么呢 enjoy也是用选的 如果你用选的话 保证你绝对不会错 那为什么有同学会错 就是因为他自己key啊 什么都用背的 背了之后呢 选 打就打错了 这里的话呢 第一个条件什么呢 parent的component 一般给num就可以了 那你的message是什么 message就是s啊 你把s呢 输出就好了 结束掉 ok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这样run出来 按确定 那结果呢 也会在 有没有 本来是在那个 主控台上面 会秀出结果的 现在的话呢 就会在什么呢 在那个 J-Option Pen上面 就可以显示 利用J-Option Pen的 那个Show Dialog 非常的好用 而且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建议各位 以后可以善用 这个J-Option Pen 可以input 也可以把它怎么样 把它这个output出去 ok 那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刚刚的这个画面 我也把它传上去 所以 马上你把它重整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边 就有个第三 Swing的版本 就上去了 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你才刚做完 就上去了 因为我会变魔术 画面还给各位 我会变魔术